是不是其實做豬肉攤很爽 大概就是三點多千 我就開始處理 一隻豬大概一百多公斤 一天大概四五桶 然後又要趕著六點 客人來 下班沒有吃飯 就直接出去做過 這是你工作的一天嗎 對啊 爽齁 上年後是你是這邊最年輕的 真的 比較爽 也要做啦 那你會覺得累嗎 也是累啊 什麼累 所以他可以說 船廠很好賺 就是沒做過船廠 他就是 出一張嘴 罵嘴 豬飯阿誠經常 在自己的IG平台分享工作日常 近日他上傳一支影片 介紹豬飯的一日行程 並喊話觀眾 不要再對傳產有誤解 是不是其實做豬肉攤很爽 大概就是三點多千 我就開始處理 一隻豬大概一百多公斤 一天大概四五桶 然後又要趕著六點客人來 下班沒有吃飯就直接出去做過 這是你工作的一天嗎 對啊 爽齁 你一天XX超級無聊耶 我剛剛從參與場的一頭走過來 放眼望是你是這邊最年輕的 身材比較少 還要做啦 那你會覺得累嗎 這次累啊 什麼累 現在先穿一穿 早點退休 怎麼會這麼忙 是因為 我們很用心在處理 每一份的豬肉 可能選新的個人跟老的個人 最好的人 經濟 所以他可以說 船廠很好賺 就是沒做過船廠 他的就是 出一張嘴 發嘴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